近期大热的电影《头号玩家》,大家都看了吗? 虚拟现实的游戏画面看得超爽的同时,这位鸡刘海反派妹子,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好像艳象里留着种发型的女生都性感漂亮,又笑里长刀,战斗力惊人。 比如王牌特宫里的刀女,杀死比尔利的高中生杀手活活,狼狈里是人心破的粒粒子,令人疯狂的魔性女神富江。 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小萝莉马蒂尔达,是我羔羊中的猫仔丘书真。 下面小编就来盘点一下那些美丽中带读的奇流海正妹,短发波波头,这个杀手不太冷。 13岁的纳塔利波特马,把马蒂尔达这个欲见心的暗黑萝莉的角色演得淋漓尽致,从此,酷女孩们都有了马蒂尔达的影子,短发奇流海加秋可标配, Oversize的飞行员夹克,加牛仔短裤马冰靴,也成了经典搭配。 同一年还有另外一部经典电影的女主也是相思的造型,与这个杀手不太冷同一年上映的低租小说。 女主从发型到衣着,是不是得与马蒂尔达,有一首同工之助呢? 后一年的青春剑,蓝剑末世纪中女主也是雪白皮肤大红唇,其刘海短发加未来感墨镜的设定,大概90年代的主流水美就是如此吧。 当然短发剥剥头,并不只是五官深邃的欧美梅子的专利,亚洲梅子剪也很可爱了。 毕竟这种发型可以很好的修设脸型,亚洲女孩的五官也普遍比较显年轻,发型这样set很有上女感哦。 小贴士就是极流海和正红色的唇膏够配,肤色也要涂白一些才更好看。 长发款,狼狈,全穿雪花导演的电影《狼狈》,说虚似不时尚大片也不为过,则康英龙华扮演的莉律子,每一件衣服都很好看。 导演的摄影师出身让每一帧画面单独拉出来都没地下距绝,剧中的隐喻也很多发觉起来很带感。 比如这样的棒状,让你想到了啥? 杀瓷比尔,杀瓷比尔中扮演女高中生杀手的丽三千名,挂巧的穿着学生制服,随身带着短刀上挂着一大串少女心粉色吊饰,其刘海非常直,也掩盖不了猫眼冷军的杀气。 刘兴权耍的贼溜的卡,挂一女高中生,你怕不怕,活活还是这剑收割专业固,一言不合就把刀剁你命根,无独有偶。 李山千名带领一部经典电影《大逃杀》中,也是追着男同学对这剑剑狂看,让人想起这张骑流海下冷艳的脸就快捷一凉。 小松菜奈,说到当心潮流圈,齐刘海模特的代表,就是小松菜奈了吧,一张美艳的冷漠脸,让人不敢接近幼中毒一样的被俘虏,齐刘海加艳势脸和胶片画却很配合,同样发型的妹子们自拍记得复古滤镜用起来,来自古爱画册,和同学模特,而且齐刘海的好朋友们一起拍照,美丽又有毒的少女双子很吸睛哦。